出发消息,欢迎大家收看900新闻 现在去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2月14日 就在刚刚来自广西南陵的民众提供资讯提到 在今日早些时候,在南陵当地一家名叫万达茂的购物商场内的上升电梯上 一个男子将一位女子安在地上连心正面十几刀 接着又翻过来身体,背部有连气取食刀 现场场面的红色液体到处都是 其他的顾客吓得急忙逃跑 现场另外的民众还提到 在整个过程中,涉事男子向受害者进行了40多刀 涉事的刀记有大概20名长的西餐锄刀 有关此事的原因,有另外的现场民众提到 可能今天是情人节,两个小口来商场Shopping 两人因为礼物的问题大声纠纷了 男子非常气愤,进而不能控制群细,就把女的归西了 针对此事,我们查询到中国国家官方媒体 《央视网》在其官方微博账户发文提到 2月14日,蒙熙男林换打帽 一名男子持刀多次捅向一名女性 视频显示,持刀男子已对方在电梯上发生冲突 他将女子按倒并用刀筒 女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男子任为停手,龙岗派出所 回应称,他们已到达现场处置 案件还在调查处理中,并附上了相关设事现场的视频 微博网友为啥不让我叫哈哈发表评论提到 好可怕,微博网友迷你可爱哥发表评论提到 情人节变成情人节 不是女的贪心太多 就是女的私会情人被抓到 以后男的女的找对象要看清楚 人品性格脾气爆炸新闻怎样 提及有关 南陵万达帽项目未宜 南陵市五项星期一 耿迪路6号是万达集团的 及文化、旅游、休闲度假、购物、娱乐、办公、居住于一体的 文理三行星综合体 总在地面积46.87万平方米 约合710亩 总建筑面积约160万平方米 总投资150亿人民币 打破了传统商业、广场单纯的商业经营模式 以文化、旅游、商业、度假、酒店等板块 将不同的文化、旅游形态重新整合 将社会分散、业态集合在一起 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 2019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 成为南陵新的旅游圣地和城市新名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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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